各位同学大家好,前几节课我们把后端用到的数据库和开发工具都已经弄好了 这节课和下节课咱们要动手安装开发小程序的工具 下面我切换到思维导图上面,跟同学们讲一下这节课的任务清单是什么 我来说一下安装小程序开发工具的注意事项 这个小程序开发工具我已经放到Git上面了 各位同学可以下载到这个工具软件 或者说你到这个微信小程序的官方网站下载这个开发工具也可以 那么你在下载这个软件的时候一定是要下载稳定版,不要下载beta版 因为beta版存在很多的bug 你在运行和开发小程序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建议大家是要下载稳定版的这个开发工具 当然了,我给各位同学在Git上面放的这个小程序开发工具 的服务端口打开,因为将来我们使用 我们下面切换到手册上面,看一下具体的步骤吧 我现在呢是打开了这个手册的第一章第六节 咱们来看一下安装小程序开发工具的具体步骤吧 首先呢你必须要去下载一下小程序开发工具 你是从官方网站去下载,还是从Git项目上下载都可以 如果说你要选择从官方网站下载的话 各位同学需要注意一下,一定要下载稳定版的这个工具 那么是Win1064位,还是Win1032位,还是MacOS系统 各位同学呢你可以自己选择对应版本的软件 那么下载完这个软件之后呢,各位同学啊就可以自行安装了 这个安装的过程啊就选择默然安装就行了,没有要修改的地方 那么安装完这个软件之后呢,你第一次启动这个工具的时候啊 必须要用微信扫描二维码才可以登录并且使用这个软件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还要去开放一下服务端口 具体的原因呢刚才我已经讲过了 如果你不去开放这个服务端口的话 那么HBuildX工具啊就没有办法通过这个端口 让小程序工具去运行移动端项目了 这点呢各位同学需要注意一下 开放这个服务端口也非常的简单 就是我们一会儿呢在这个设置的面板里边去选择安全 然后呢把这个服务端口打开就行了 至于说这个端口是什么端口号无所谓 就是随机挑选的一个端口 各位同学看一下我现在呢已经启动了小程序开发工具 那么怎么去打开服务端口呢 很简单 首先呢你去选择左上角的这个齿轮 然后呢在弹出的窗口里边点击安全 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个服务端口啊 我已经打开了 所以呢你把你本地的这个服务端口打开就行了 至于说什么端口号无所谓 就是随机挑选的一个端口 好了各位同学你把这个端口打开吧 这样子呢这些客的任务啊咱们就全都完成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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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